欢迎来到HyperMesh L-Styna一键完成系列工具介绍 在这部影片中 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公司开发的HyperMesh L-Styna冲击分析一键完成工具 那么这个冲击分析面板跟落摔分析面板其实大同小异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基本设定的部分 一样如果在这个模型里面的零件之间软硬程度差异大的话 要把这个选项勾起来 那么最大加速度冲击时间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头影片 这个表示的就是说 当我输入一个半正弦波的时候 我冲击时间的定义就是这一段 然后我最大加速度的定义就是这一段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在这两个栏位 分别输入最大加速度以及冲击的时间 那接着我们可以选择冲击方向 有正X轴 正Y轴 正Z轴 还有负X轴 负Y轴 负Z轴 那一样在做显示分析的时候会有时间不长 所以我们一样这边要输入时间不长 那还有最后就是模拟总时间 这边建议输入冲击时间的1.1到1.2倍 所以我的冲击时间如果是0.018的话 那总时间就差不多会是0.02左右 那么最后要来选择夹制锯的节点 那么最后要来选择夹制锯的节点 有分动画档跟文字档 这边可以调整它们输出的章数 然后一样文字档的部分 有三个选项可以做选择 总体能量 各部件能量 还有节点历史资料 勾选节点历史资料的时候 一样要记得选择节点 那么由于这边没有Rigual 所以就把Rigual的选项给拿掉了 一样设定完毕之后按下按钮 并且最后选择档案的输出位置 按确认就会输出档案 那么它也是可以成功运行的 那我们今天影片的内容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